这三个月来 让我重新认识了完健身 到了备赛后期 你需要去把自己的身体的蜡 就是盐分给排出去 你喝滋溜水 就是一天喝十剩 你一直都会去跑厕所 一直跑厕所 我觉得挺苦的 真的很苦 我叫陈念祖 我今年是20岁 01年的 我刚出生 我爷爷就去世了 就这样就是练祖 就这样取出来的 从矮到高 我记得我当时可以占到 全班的前三 就是比较矮 感觉自己真的蛮瘦小 我差不多只有50公斤 然后到最后慢慢健身 现在差不多有78到80公斤 1米78 一般练胸的话 我是会以夹胸腺为主 然后先用自己的胸腺去充许 第二个动作一般会去做压力 会把动作幅度做得比较大 然后第三个 可能我会去做一个乒乓卧推 或者是上斜卧推 每一次我会去把胸分开 分为中 上 上 下 然后一般都是以上胸为主 因为上胸会比较差 比较难练 每次 会去安排自己训练在45分钟左右 真正的去做训练了 差不多45分钟到50分钟我就不行了 我就觉得好累啊 一般都是训练后蛋白粉 然后加一点骨盘一下 会让自己有时候第二天恢复的更快一点 健身饮料基本就是bca 就是不会去喝碳水饮料 如果是比赛的话 我一天差不多是隔三个小时一餐 练后也会去补充蛋白质喝碳水 但是都是比较干净的 就比如现在吃的就是鸡胸肉加糙米 或者是去吃红薯也可以 也没有怎么样去比赛 今年是第一次 然后看一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水平 这个赛事我关注了两三年 这一届的是00后之后才能去比的 然后20周岁之后的就不能比了 我想的是能进一个小组赛的前五名就行了 我们要求不高 我觉得中在参与从中进步了就可以了